今天一起来看看公路之王 汽车大师是飞虎队的首领 妄想在地面主场和青年柱分出胜户 他虽然有骄傲和自信的资本 但并没有在公路对撞中得到任何好处 FT汽车大师的伪装形态和MP青年柱的尺寸相当 有比较可观的大小和长度 细节涂装也比较贴近动画形象 只是粘贴标志的位置和动画中有一定的出路 整体的重量非常压手 车型下盆的零件有很大一部分是以金属为主 车头和保险杠的位置也和MP青年柱的处理方式类似 使用了大面积的电镀 直接来看变形过程 取下武器 解锁尾门 解锁车身和车顶卡扣 把车身面板后翻 盐关键翻折 翻折车尾面板 翻折车顶面板 收起车顶两侧面板 提起双臂 拆分卡扣 再向外翻动 解锁后轮 向下翻动 向中心收起 打开肩膀挂钩 收起尾门 背包向内侧翻折锁定 翻折后杠 把车轮收进主体 旋转背包 用挂钩锁定 翻出膝盖面板 拉出车头 解锁车头中心卡扣 把车头和车厢分离 打开脚踝面板 拆分小腿面板 把脚踝面板 沿关键翻住 把车轮前翻 收起油箱两侧卡扣 翻出人形车灯 解锁脚掌 下拉到底 把脚跟翻出展开 收起车轮 下拉车门翻出人形车轮 把脚底后翻收起 收起车头后方盖板 解锁车轮后方液压杆 翻起小腿 把双腿下翻 把车轮收进车头 把排气管下拉后翻 把车头收进小腿 展开小腿内侧盖板 再向前翻动 锁定卡扣 翻折下方面板 收起小腿后方卡扣 下翻裙甲 把肩关键后翻 向内侧收起 打开小臂 翻出手掌 扣合小臂 把双臂拉长 胸甲下翻展开 再旋转头部 把武器安装进手心 玩具的变形步骤较多 但过程并不算困难 各种面板的翻车收纳也有很强的逻辑 相比车型 人形的高度并不算夸张 比较符合FT自家玩具线的身高比例 背包有一定的厚度 但和人形融合较好 不会显得特别惯异 全身方方正正 左供容量非常扎实 保持了FT自家一贯的制作工艺 拍吧 该谁了